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药效期的时间是五分钟 对 还有一个习惯是细前喝一杯茶 是 茶是谁给她的 没人给她的 她是自己喝的 对 不是 我跟你说 现在不是别人投毒 而是她知道她要故意假死 对 为什么她要在这一天 营造出这样的一种假象 给我们看 不是镇长要来收土地吗 她只能来一场假死 把这地方搞得不吉利一点 或者是怎么着 才会让人觉得 暂时现在不收过这块的土地了 是这样的 我来打断大家一下好不好 就是现在秋生呢 说出了一种可能性 但是我觉得只有不是靠猜的 是靠很多证据来堆出来的 你把我们现在手头 所有的证据我们梳理一下 好 来 我来梳理一下 我们刚刚去的 我们去我的父亲的房间 去翻了一下 就翻到了这样一本 非常有历史年代 和回忆的一个相册 这个相册里面呢 都是我非常可爱 非常美丽的照片和我父亲 你爸爸保养有数 爸爸可以去做面膜吗 用什么产品 偶尔吧 这个是这么回事 出生年月是一九七九年 是正确的 对 然后出生日期没有 而且她只有三岁的资料 那个时候她已经离开青城镇了 一九八二年 八二年 对 对 等一下 这是你生日 今天是晨晨的生日 三月八号 所以你是素素 对 你是我 我是 所以你是素素和她的地方 爸爸 为什么一个男人 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这么走险吗 等一下 我的父亲应该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 是 是这样 有一天呢 我看见晶晶 把一个孩子丢在了青城庙的门口 因为我也是个孤儿 所以我就看她 我就特感同身受 所以我就要把晨晨抚养大 我也其实不太想要告诉她 她有这么样一个悲伤的一个经历 然后我就隐瞒了三月八号的事 我就说我那么霜的双眼皮 爸爸为什么那么单 伤害不大 污辱心之强 你一直不知道你的身世 我真不知道我的身世 可是以前包里的一个磁带的封面 这是她上面是素素主演 素素 但是她背面写的是长大后 我就成了你 你是不是已经发现你妈了 所以你要帮素素报仇 我就是希望我长大之后 可以成为像素素一样优秀的 女昆曲演员 还有别的重点吗 还有最后一个 小海她跟我在一起 的确是想要弄死我师父 然后夺回她的产权 然后夺回她的产权 有一个坏朋友跟她说 你把那个老太婆给弄死了 你不就可以拿回你的产业了吗 老太婆一死 她徒弟的东西就成你的了 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我不忍心再看 我大概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想穿夺让她来杀 然后我坐享其成 但你的目的有没有一步一步 有达成效果 没有 她有这个想法 对我第一步肯定是完成了 就接近她 对 小海 你不要说了 一切的谜团都解开了 你要跑了 星辰大海 星辰大海 都这个点了 还能转起来吗 你演员是真狠的 还得走那个刘晨走一点 到底你怎么对我 陈晨你收敛一点 因为男人你不至于 是 我的爱情又回来了 他俩没谈恋爱 他跟我谈恋爱 还有我们两个 在房间里的时候 突然来了一个张老板 张老板说找了你一天 你为什么要躲他 然后张老板给我们看了一份 你跟他签的合约 是在七月八号签的 和约是把戏班的这块地皮 给张老板 他如果把他的养母杀掉的话 那他就有权利来分配这个地皮 来给那个张老板 我来说明一下 你们仔细看这个合同 我的要求是 如果你让我演这个戏的女一号 我就把我的这个给你 七月十一号 已经让你演女一号了 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签 为什么等到七月十五号 今天还躲着人家是为什么 不是 我得到了我就不用卖产权了 这俩事 那个他是另起一炉音音组 就是这部戏 就是这部戏 但是我现在已经演到女一号 我就不用跟他签了 那你为什么逃避他 他很吓人 他是有钱人 我们不怕 如果有情况 你要他进来 先过来跟我谈 我不怕这个 可是你是晨晨的爸爸 你不是我的爸爸 我可以帮你处理 是 我可以帮你处理这件事 说实话秋生说 剧本里没有出现过你这个人 我们姑且相信他现在所说的一切 好吧 还有什么证据能拿出来的 你那边从我房间里搜到什么了吗 从你房间就搜到你自报过的 一个过程 一封胖大海给小四爷的信 当年晶晶确实冒充素组唱了最后一幕 置素素于死地 就四爷知道当年唱戏那个 不是素素 一报一个歌 对 四爷 对 这我来搜啥 他就报了 到素素出了事以后 我总觉得是晶晶在表演 我要想说的就是 确实我收到了这封信以后 我第一时间就想杀了晶晶 而且我也到了这个戏院的门口 但是那一刻我看她觉得特别可怜 我看到的是一个四十岁的一个老夫人 青春不在 脸上有着伤疤 经营着一个 大家已经不怎么关心的这么一个戏 我恨她是因为她一生都执念于要演白素贞 我才是白素贞 只要能够阻碍她大陆人 她全部都给消灭掉 要么就毁灭掉 她一生的执念 最后过着这样清苦的日子 要演得再好 就人算不如天算 你就会觉得 你还有什么必要对这样一个人去告诉我 是啊 她脸上有疤 再也演不了 她一直梦寐以求想要演的戏 你知道死对她来说不是最大的惩罚 而是让她一直活着 活二十年 你要在二十年的今天把她杀了 让她过完这痛苦的二十年日 最后以她的生命来祭祀祀祀